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只是改动两件装备 就让你的树烟箱前期伤害翻倍 在不做冷却装的情况下 让一气几乎没有4D的 连续翻滚 兄弟们 可怜我们都错了 似乎树烟箱 才是吃到竹风最大红利的耐杆 树烟 树烟 冷却鞋 中湿 无尽 破晓 气血 名文 霍原 鹰岩 八独 翠 两狩猎 那之前我们在做爱营战谱 与树烟的全面对比时 就提到过 树烟箱是可以在这两件装备中 灵活选择的 但当时我们考虑到 树烟箱的主流打法 更多是体现在跑路吃发育方面 所以冷却算其中比较重要的处性 一直是觉得爱营战谱更优 但后来咱们转念一下 那直接把原本该出的攻速鞋 或者韧性鞋换成冷却鞋 这不完美解决了吗 这样单从面板来看 不仅保留了爱营战谱的冷却 攻速方面还近乎翻了一倍 只不过少了一部分生命值和攻击力 在输出能力方面 还需要具体做一组测试 那咱们发现在6技时 只有一个大剑 若是打一套1 2A的伤害 竹锋确实不如爱营战谱 但如果在每个技能之间 穿插普通攻击 持续输出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 竹锋的伤害会比爱营战谱 高得越来越多 到了后期六神装石也依然如此 也就是说竹锋的综合输出能力 要远胜于爱营战谱 只需要一定的启动时间 不过这并不代表竹锋的爆发不行 那咱们提供一个画面来参考一下 那没错 竹锋香香在一技能翻滚后 几乎瞬间就能A出四发普攻 那我们在训练影测试一下 这个实际也就一秒左右 那么这瞬间打出三发伤害 是不是也可以算做我们的爆发之中呢 那相信熟悉顺香香的玩家 看到这号 觉得想到了一个更大的优势 拉扯能力 是的 咱们换个角度 来想想啊 香香的每发普攻 能减少一技能一秒CD 而这个逃出状案 一技能CD恰巧只有四秒 也就是说 等到大后期 即使你没来得及提前存枪 也可以借助竹锋的被动 提供的加速 瞬间A出四十下 刷新一技能冷却 但若是提前存好了一技能 甚至可以实现无缝连放 看起来就像一技能没有CD 我们的赛季初十星的排位中 体验了不下二十把 给咱们的实际感受是 只要竹锋一套 就可以开始打架了 等到后面做出气血 只要没被控制 都可以借着高攻速的优势 瞬间吸回来 相信我 这套竹锋加冷却鞋的思路 真的好用 咱们顺制 感觉不久之后 竹锋可能会挨上一刀 趁现在还猛 抓紧时间啊兄弟们 优优独播放